发展中心一联工程和信息化部队的主任何秉女士 她将为大家做题为一联工程数字化妇能三级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报道 大家掌声欢迎 尊敬的莫主任 尊敬的张主任 我们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大家笑话好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分享我们上海身康医院发展中心 在信息化方面助推市医院发展一些工作的小党的思考 我相信很多的领导也不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们也是个年轻的单位 它是05年9月份刚刚成立的 将近20年的时间也是国内第一家广办分开的医療卫生机构管理单位 我们是对宇乐上海的市集医院进行在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和运营的责任主体 同时有时间会是政府对医院的这样一个政府办理的责任主体 我们整个西方中心是在一个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那么我们理事会单位也是非常的权威 卫健委 教委 国资委 人保 发展 财政 是我们政体复合的相关领导下的也是这样一个机构 然后我们上下是有26家的法治署的市集医院 以及有11家的合作共建领导 那么整个一个市场我们是以专利的规划作为引领 以信息化的一年工程作为支撑 以全面预算团队 绩效团队 医疗服务 临床研究作为家手 以投资建设 以资算监管和市集监督作为保障 来努力探索建立下一个新型的办理的体制 来全面促推世界的高阶纳办法和为老百姓的一个面临的服务 那么整体呢 从整个一个医院来说呢 我们其实医院的构成也非常复杂 有这个33家医院里面呢 有26家 是在我们市政府主办团队的市集院 还有11家呢 是我们跟军队和国家卫生卫健委 共建共管 合作共建的 这样的在会的三集院 那么有13家的中等性医院 有4家的中医院医院 6家的富二类医院 以及14家的专科医院 那整个这些医院呢 其实在上海都是比较大型的医院 我们总体的这个医院呢 在这个职工元素呢 有9.1万人占全市卫生体系的百分之29 开放团队呢 有将近5万多张占全市的百分之30 那么年整整量和急整量呢 占到全市的百分之30到40 初学量占到50 总数量占到百分之60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356这样的数据呢 能记住我们所有的三集院 我们所缺的三十几家医院 在全市的这样的业范的情况 那么给各位领导 也是汇报一下 我们信息化在这种过程中 针对我们的患者服务 医生的服务 医院的管理 以及科研的支撑等相关的工作呢 也是发挥信息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功能 那么信息化的工作呢 其实在生康成立的非常的早 05年生康成立以后呢 我们05年10月份就启动医院工程的建设 那么这项工作呢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来助推市医院的素质码的建设 原来医院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我们都从医院的医院系统 检验系统 派系统 影像系统等等 都做了相关的投入建设 那目的呢 是打破医院的信息扶导 减少老百姓的重复的医疗的开支 来进行资源共享 来开支全华国的硬作呢 这是我们整个这个医院工程 也是进行它一百多个方向 那么所以我们的医院工程呢 是全称叫市级医院 臨床整标信息交代共享平台 这个平台呢 就是打破医院的这个各自为政的这样的工作 那么从全国来讲呢 这个区域平台的大平台呢 在全国建设应该是最早的 也是国内目前唯一最大的省级的影响信息库 所以呢 基于这个信息库上呢 我们可以做大量的数据分析的工作 那么整个一个我们的这个 信息化分析呢 也得到了国家科技部的八等奖 上海市科技部的一等奖 以及联合国的人居的最佳范例奖等系列的获奖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接触的各个医院的异购啊 异购的系统接触了913个异购 然后呢 我们有37家医院的73个医院区 那么所有医院有医生工作站 住院工作站 检验检查3万多点呢 也是全部安装了一连的工程 那么从整这个十多年的建设这个旅程来看 我们累计的数据量也是非常的大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应该在全国来讲 是最大的一个PP级的数据库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患者将近6300多米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固然病患者来互就诊 而我们的处方的名息将近110条 我们的检验报告 检查报告 以及影像数据 所以整体的已达到了7个PP的总体的量 那目前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对整个工程的考验也是非常的大 特别是新制生产力取出来以后 也是我们近几年的经济发展的注向量和关键字 所以我们的领导呢 也让我们在研究 在新制生产力方面 怎么来推动大健康产业 怎么来迎来这个新一轮的变革 我们也要把医疗产业迈向全自动的这个 诊疗的流程来服务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的整体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卫生新制化的这个 这个工程的一个建设的规划 那么这几年呢 我们的目标这五年规划呢 是强调统一 我们对新制生产的设施是强调统一规划 从共性系统呢 我们强调统一建设 更为办局联合呢 我们强调跨行业的统一提供 所以呢 我们的目标呢 是 特别是十四五和十五 我们把它离开十五五 十四五期间呢 我们是以最高的水平 用最小的投入 以最快的速度 来帮助所有的实际医院 进入自问医院建设的快车道 举个例子 我们又现在强调三统一 这三统一等级就是三个One One System One Service和One Data 那么以One System为例呢 我们看到就是 其实我的老百姓包括我自己 我们到各家医院去就诊 医院管理了各种各样的自主机 它的自主机的操作的界面 版式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三年的疫情里面呢 我们把这块服务呢 统一掉了 我们叫自主一体机的一个面移服务 老百姓公共总统老百姓家医院 它的操作感受跟操作体验是一样的 包括在医生方面呢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去学习香港和澳洲的一些管理界面 它们是一套完整的One System 但是我们呢 上海的医院发展来还是比较早 二十分年的建设 所以呢 目前我们做了一个统一系统的应用大厅 让所有市集医院 只要是医生所用的界面 其实都是一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原来我们在各个医院的自主机上 都是五颜六色 百花齐放 各有特色 那我们为了方便老百姓呢 我们统一设计 颜色 logo 图片 大小 全部是统一的 所以现在我们老百姓 不论到哪家医院去 不论到我们地路人民医院 还是第一人民医院 瑞金医院 人际医院 它所看到的界面是一样的 那包括我们的医生 我们原来医生的整个医院系统 部理系统系统 库院工作站 我们全部调整了统一的 叫门诊医院工作站 库院医院工作站 等等系列的这样一个统一的体系 那么从整个一个地点工程来说呢 我们是强调one system的一个方式 one service的方式来助推 那么从电力方面 其实是里面花了大的力气 特别是我们特别在莫主任的带领下 我们整个上海成立了 这个速速化转型的一个工作小组 那么卫生呢 我们年组了三年 我们从2021年开始 我们跟卫健委跟医保 我们跟这个经信委跟财政 一起联合设计并下发了 我们电捷就衣服的1.0 2.0 3.0的方案 其实一年就代表一个 0 一年我们开始做4.0的方案 那么是它呢 那以后我们整个一个便利服做得比较早 2009年就开始起动全市的 三级院的预约便利服务平台 那么通过时间的建设呢 我们19年的5月呢 我们把整个市级院呢 提升了一个叫互联网众平台 2020年的3月呢 我们借助市政府的一网扣办的平台 并加入到了随身办的APP 所以整个现在我们在随身办也好 在我们申康自己的互联网总平台上也好 累计了37家市级院 我们的助手用户达到1300多万 在线的医生有2万多名 累计服务了1.37亿的人次 所以以坚持公益性的运营 来确保老百姓的服务 以一个高满度的开展 以我们1.0为1.0为1.0 我们设计的7个重点场景 和3个创新的亮点 那么足够点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门诊的导诊台 原来门诊导诊台我们的故事 都是发一张张小几片 那么其实老百姓到了医院才知道 我要去外面靠领科 那么这个工作呢我们把它前置 我们在我们的互联网总平台上 做一个小入口 以节目化的动作 笨担的人工智能的方式 从一个小助手 给老百姓提前又开始做笨担 来解决我们门诊就医人群的 执政或是支柄 找不到医生的再多控夺和诉求 那么目前呢 我们跟这项工作呢 还是跟我们的预约服务 是无限 这个无缝衔接的 已经服务了1,070万人一次 第二块精准预约 其实原来我们就诊的习惯 这也是向国外学习 他们都是预约制的 但是我们上海的老百姓 原来是很无序的 或者说我们医院设置的 这个预约时常是半天 或者两个小时 那么我们提出了精准预约 精准预约呢 我们要求在手机端 太阳端 电脑端 我们所有的实习医院的预约时段 全部收到30分钟 也就是说病人最长的等待时间 也就是30分钟 你第二个病人就需要进来的 那么我们有20一家医院呢 优化它的文准服务流程 把整理到中文的预约 压缩到了15分钟 像我们试医 深入对经人际等等的医院 他们的办管理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呢 把这个等待的时候呢 包括预约的时间呢 是做了大量的压缩跟精减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手机上 包括APP单 全部提供线上服务 所以我们的老百姓 在线变化 可以零付费的在你的等待 第三块呢 是叫云陪诊服务 因为上海呢 推了在我们2020年疫情期间 对啊 2020年1月呢 我们就开始 助推这个互联网医院的这个构建 那么基本上 在2020年的3月份 我们上海的所有的实习院 互联网医院 全部已经实现 那其实老百姓的应用呢 还是比较 比较陌生的 所以我们引入了 叫云陪诊服务 我们在移动 可以引入陪诊的人 主要是解决中老年来的 就医的一些鸿工 所以呢 目前的服务量呢 也是非常的大 服务的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好 第三块 第四块呢 我们是解决这个 老百姓后诊 后诊时间的一个 一个时长问题 我们很多 我们到大医院去就诊 基本上在门口等医生 可能也要等 将近20分钟左右 那怎么利用 这20分钟呢 我们研发了这样一个系统 叫智能预问诊 我们再通过6月天到 我们在两月上也在啊 这个预问诊的模板 我们的初稿就在六月市里 六月提供了 将近1000个模板的 预问诊的这样一个板牌 给老百姓在后诊的时候 就可以填写 那么这些填写的主数 包括他的症状 在老百姓进入诊间 他的这个主数 就能同步到医生的 能诊间子病病 这样呢 帮助医生快捷地 采集他的病人的病史 他可以灾入引入 放入他的真正的病史总体 来提高的这个诊间的效应 所以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1857个 这个模板已经 推广到了600架 所有的医疗之后 不论是三级月 二级月 一级月 我们通过数据它转型 把模板全部封盖下去 那么整个一个组组 将近有580多份 那么第五还是医疗付费 这个呢我们提出了 也是在全国的医疗提出 五感支付 我们跟中国医疗 跟财政 跟金融局一起共同研发 再利用我们当事局中心的 这个随身办 我们目前到各大医院去 就诊 不需要带医保卡 手持的医保卡 不用带 因为当初在疫情期间 我们担心交叉感染 所以呢 我们研发的叫 医保电子凭证 老百姓要链一个随身码 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用的随身码 这个码就可以在医院探定 就可以结算 所以现在我到医院探定 我自己不带任何卡 但是医保可以结算 非常的方便 所以呢 这个呢也是我们 在整个一个随身中 全国也是最早 最早来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量也是非常的大 每天的量基本上 基本上都在用 骨感支付的这种感受 来减少老百姓的排队 那么第六个这套的就是 因为我用手机支付 所以我们跟很多病例 老百姓要在手机上看 所以我们将提供了 这样一个门诊医保便利 就一侧 咱们在手机上 都可以看到 我们到各家医院的 就诊的这个进步 同时的出院小节 我们也跟金兴伟 包括CA中心 一起研发了这个 统一的CA 一个电子出院小节的工章 咱们的原来医院的工章 都是各式各样的 有蓝色 有红色 有方形 有形 有圆形 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呢 我们把所有的医院 全部设计成 同一样颜色的 这个医务专章 用来做出院小节 所以老百姓出院以后 忘了拿这个材料 没问题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查看 那么所以这个能量呢 也是非常的大 将近五百多分的 这个商材量 那么这个一块是 我们的互联网总医院 这款平台呢 其实也是因为 这个疫情 我们当时 李强书记在上海的时候 一个呢 是去了我们 人际医院 和武官科医院 亲自观摩 我们互联网医院的 一些做法 同时他也提出了 要做大 做强 互联网诊调功能 来全力守护 人民健康 那么 截止到3月底 我们的互联网人次 已经有1116万人次 在互联网上发生的 结交的那些费用 支付的费用 将近是8个亿 我们的储房价 达到了将近六百万的 这个数量 所以我们互联网医院 其实是我们 四级医院 我们各个医院的一个人生 也是为了方便 老百姓的就医 提供的一个 非常便捷的通道 那么 那么从整体来说呢 我们从素材来说 1.0 刚介绍的都是1.0的项目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 过去推2.0和3.0 目的就是用 数字化的能力 能解 来推动我们 实际院的发展 在这个推动过程中呢 其实不论是 5G的这个网络通讯 大数据 互联网 人工智能 数字软身 区块链 都是在我们整体的 这个转型中 介入了新鲜化的翅膀 来助推医院的 一个全民的服务 所以从这个 数字化转型来讲 我们总体呈现了 双支双净的效力 我们很多医院 也获得了这个 示范的一个单位的 一个嘉奖 那么这是针对 患者的一些 我们的做法 那么第三段是 面向我们 医生的一些服务 因为 因为是 从整个大数据平台 我们系列了 大量的患者的资料 所以我们开始 从 从持续化的数据 做患者的特征的标签 来同购我们患者的一个体系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 将近三千万人 允许的这样一个 画像的体系 然后只要是为医生 来提供全方位的视角 因为从整个工作来讲 不论是标准 不论是它的用药 不论是它的手术情况 影像情况 我们市医院都可以 跨院调约 只要这个病人 在医生诊间就诊 我们的医生 就可以掌握 他在其他医院的 同科时的就诊情况 这个呢 也为我们的医生 能够更快地 了解病人的病情 来进行 这个会合的诊断 包括它的检验报告 放射报告 它的影像 我们都是可以在 在所有的医院里 我们可以跨院调诊 同时呢 为了加快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 我们的影像设备 非常地好 一个人的CT 可能有200多张 100多张 那么我们又引入了 人工智能的方式 把关键的影像 优先推送给医生 来降低我们 网络的这个负载 同时呢 提高我们 医生的一个业绩度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叫互联互通互认 我们提出 在19年就提出这个概念 目前这个互联互通互认 已经作为全国的医改的方案 在全国推广 那么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要求前端 我们会有个智能提醒 这个病人只要在其他医院 做过同类检查 我们会实时感知到这个数据 然后推到给医生 那么医生呢 在过程中呢 他可以采纳这个 我们其他医院的诊断报告 但他也可以不互认 那么在不互认的时候呢 我们要转回医院的理由 我们跟医生委一起设计了其他理由 可以供我们医生的后续公选 那事后呢 我们的后台的平坦呢 还会对我们市医院的医生的 后台的数据呢 我们会在我们深康的大体上 会逐一地展示 同时这些数据 我们会在我们深康的大体上 我們是納瓶島施集院的院製造化和中序 然後也是節約老產生的 節約大臺的開支 同時有提升我們醫院之間的醫療效能 從去年開始 我們開始牽頭建設一個叫 CoC 這個是腫瘤中和診治中序 因為我們三級院的一個強項 或者一個特色就是在腫瘤的治療方面 那麼我們聚焦了持久家醫院 聚焦了二十四個瘤種 我們對他的防塞、診治、康法 進行全疾病的一個週期 這才工作也是有新話來做 我們跟臨床醫生共同針對二十四個瘤種進行研發 這個也是一個統一的系統 也是一個one system 我們對所有的醫院把二十四個瘤種 全部做關鍵系列集中展示 讓醫生能夠非常之關的 全面能夠掌握我們患者的信息 也可以支持他的臨床目的一個展示 也可以開啟NUDT 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推動平常研究 所以這個也是今年五十堂還在做 目前做完了十個還有十四個 在繼續推進過診座 第三塊我們給重症的 RSU的醫生提供了相關的新疾病的建設 因為在三年疫情期間我們發現 特別是一些結尾重症的病人 他的這個救治力 包括救治的配套社會上海在大壓力下 還是有點懸罰 所以我們也發現了我們重症的地方 也要專門 所以我們從二零二十四年開始 也是在市財政的黨內支持下 我們開始面向所有市集院 我們建設重症RSU的19R 數字軟生品牌 這個品牌我們會聚焦 全面結成所有市集院的重症的證搖 重症的資源 重症的證控 以及重症的MDT 以及重症的預診的業務 對我們RSU的治療的全流程 進行數字滿身的結果 來形成RSU的患動化效 不管空間緯度和時間的緯度 對市集院的患者進行全部成能管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遠程監護 包括遠程廠房 因為在疫情期間大家就知道張光宏 張光宏主任就做這個改成廠 他是通過我們的遠程平台 會指導一部分的醫院 進行重症的救治 同時他也在公衛中心做症 但是他公衛中心他不進病房 他一直在外面 他就是通過這種遠程的方式 遠程的視體的方式 來指導病房內的醫生進行救治 所以這段步驟 目前我們在所有的事情 可以推防應用 第二排是重症的態勢 因為我們很多病人 特別是重症病人 他闖在ICU床上 全身他的管本都說話 然後很多重症病房 又是無菌症處理 所以我們老百姓要看一看病人 這些親人怎麼樣 基本上就看不到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會有所有的老百姓 增加了遠程探視的功能 有婦裡端 有家屬端 有患者端 我們通過遠程的預約的探視 那麼患者能夠 我們的家屬能夠可以 看到在病床上的家屬 雖然不能通話 但是他能看著他 所以這也是用新型化手段 再一次來提升我們的醫療溫和關懷 第四塊是我們的醫療管理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生康的這個 醫療工程 這個核心的重中之重 所有我們給醫院提供服務 我們重中之重是來推動 現在化醫院管理制度的建設 所以我們對數據的要求是特別高 我們整體的 目前我們都講究數據要素 數據資產 其實我們當初在做這項工作的時候 就強調數據的質量問題 數據的要素問題 那麼所以從整個一個我們的醫療平臺 全部是用數據說法 我們從08年開始就不用受公報了 全部是數據來考核實體院的 相關的工作 那麼隨著業務的推進 隨著新型化手段的提升 其實我們的很多的考核指標 越來越深 包括我們業務的實質數據分歧 業務的計算好 成本的計算 醫療順位的使用 或清智能的一些管理的體系 包括連鎮風險防控 財務類型我們全部使用 新型化手段在做 所以我們說整個新型化的手段 既是我們做分析 挖掘數據的探訪燈 同時也是總結有益經驗的後視鏡 更是面向未來發展的望遠鏡 給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身上中間的大批 歡迎你到我們身上來參觀 我們在一個稿件裡面 就像比這個比它大一點 大概兩塊這個比這麼大 我們對整個實習院掌控的一種體系 全部從一瓶管一 一瓶管一來進行展示 那包括醫療指標 財務類型後景 有一個帳號一個錄口 就可以對我們所有實習院 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精細化管理 這也是我們打造三口一模式下的 一個數字化的服務體系 這塊是我們的醫療指標評價跟助金品 這個品牌主要是構建我們醫院的業務量、能診量 它的患者安全、手術分析 包括合理物料等等 它是從醫院到專科到專病的 一個三級的醫療治療體系 我們給客人、給住院醫生 都可以提供相關的工具 我們所有的醫院的醫療院長、醫院處處長 包括我們的相關的專科人員 都可以看到這些數據 來通過結果來探索本質 我們的目標是促進 是促進政治醫院專科能力的提升 同時我們聚焦多發病、複雜病、醫療病 通過精神化的單品種的分析 為我們各個醫院的管理部門 來提供對醫療治療的統一這個提供工具 我們設置了多個batchmark 來反映醫院的專科病種能力評價 這段工作其實 不論是它的同時期的治療 專業界的治療、臨床研究的治療等等 我們逐個治療都可以下轉 這就給我們各個醫院提供了相關的 非常好的一個手段 一個分析手段的工具 第二塊是我們的經濟運行的 一個政策分析平臺 這塊也是我們對所有市集院的 它的日常的經濟運行數據 包括它的資產總和 收入總和支出 包括它的盈餘等等系列的數據 全部進行可以更實化的分析 我們主要是在引導醫院加強資源的 投入和產出的分析 同時關注醫院的結構的 這個調結構的變動的情況 來推動醫院的 對標基因改進來加強管理 第三塊是醫療設備 目前來說我們通過 互聯網這樣一個方式 把我們所有醫院的 大型設備包括CTM8 等9類大型的設備 六百 將近七百屆的大型設備 產值相近有80億元的價格數據 我們通過醫療設備的因應水平 來管理好醫院 我們的獲取醫委 我們獲取醫委 我們取消水電煤 包括它的房屋建築能耗效率 能的進行作者評價 也是讓醫院不停地來觀察 醫院的能耗情況 同時我們所有醫院的 在疫情期間 我們的安防健康 又發揮了一段的作用 除了我們市集院自己可以看 我們的安防情況 我們的很多安防的訊息 門診的訊息 接鎮的訊息 我們全部接到市政府的 這個成員中心 所以市民黨不需要到醫院來 他直接在成員中心 就可以看我們各家醫院的 門擠的流量 它的舊視情況 包括發熱門診等等 最後一塊是我們的臨床研究 臨床研究呢 我們研究了這樣一個 目前在通過一些課題研究 我們聚焦了 市售和專民對立 我們做相關的 這個病例的一些分析 那麼除了大體之外 我們手機上還有小品 幫我們輪導進行查看的 我們叫駕駛艙 我們叫智慧管理駕駛艙 這個智慧駛艙呢 它的顆粒度是到每天的 就每時每刻 我們一般15-15分鐘刷新一次 主要是實施動態的來分析 我們詮釋各個醫院的門診急診 發熱門 互聯網等等 它的筒理 環理以及床位使用率等等 那麼這個屏呢 也是我們在疫情期間 也供設定到使用 包括它的疫情的趨勢 床位的使用等等 我們用到現在 那麼最後一塊是我們的科研 其實科研來講 近年我們是A3年 我們身上也一直在發力 通過專精部的建設 通過這個Hi-Trip 就是一起聯動的建設 這段工作呢 還是比較有創新性的 我們希望醫院 通過我們的醫生 能夠發揮它的研究的一些思路和方向 然後呢 我們跟經紀委呢 聯合來審核它的需求 然後對接到相應的藥器 或者機械的企業 來確保這個短週期的 或者加速整個一個 一起聯動的對接 那麼還有一塊呢 是我們原來 我們的常務副治廠 被我們下的任務 就是要通過人工智能 來構建醫療大事物訓練平台 這塊平台呢 主要是把身康已經已有的這個數據 進行這個蓄影視化以後 標示化以後呢 我們在跟人工智能的廠商進行合作 做收入學習 大家可以看起來 在定期安排的廢科醫院 廢科醫院原來我們的處理個 CD評審報告或者是MR報告 至少三到四天 現在我們CD的評審實現當日群 這全部機器人在做 我們的機器 我們的人物的設備 它在運作 然後我們的年齡媽的這個 縮展了一到兩天 所以整個一個中期或者辦公室的感受 我覺得非常好 那麼其實總體來說 數據要數數據資產 的確確在身康的這個信息化過程中 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那麼數據其實也是需要證控的 而且是這個準確度要非常的好 它的準確度好 才能形成我們整個一個經濟化的管理 所以我們對整個的 一連工程的所有數據 我們有一個證控平台 我們對一次性 完整性 規範性 即時性等下方的指標進行分析 將近有千把這個指標 我們每天專人 有配合自動化的一些工具 來做這個數據分析的評價 同時這個評價 我跟我們身上看 我們每季度會形成一個增加簡報 這個增加簡報 我們速度越來越快 原來我們做的指標 可能15天 現在我們應用XGPP的方式 如果生成實能工智能來做 我們的數據基本上這個簡報 一天就能完成 我們是累積重發點過各個市集院的院長 新鮮燈管院長 我們曼子的新鮮燈主人 來過早的市集院提升數據資料 只要好這才是個要素 這才是數據資產 所以我們說從整個一個 上海的市集院發展難快 它也不是說一天就能做成 新鮮化 我們已經升康就做了將近20年 另外新鮮化是一個雙項的過程 不論是從醫生角度 從患者角度 從患者角度 我們都是交方互相的協調 協調來做的過程 然後新的技術也是不停的在發展 我們在整個20年過程中 新技術一般每一二三年就會 典範變出一個新的技術 所以我們說不論是從統治 從統構化 從標準化 從體體化來說 我們從臉到臉 從臉到全市的範圍 來進行推廣 所以最初來講 就是升康20年 我們也是四大發力 一個是探索現代醫院管理制度 一個是翹弄我們醫院提高 它的醫療復活能力 第三塊負責就是我們的新鮮化工具 我們的新鮮化要注意臨床的管理決策 然後推動公立醫院內部的 預計機制的改革 我們的目標也是想引領 公立醫院的改革創新和持續發展 變想打造我們全球領先的 卓越的醫療輔助心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介紹 我讓我請各位臨保 做一輪指教和批診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多數人的精彩分享 多數人跟我們分享了上海醫院工程的發展地產 以及在面向患者的應用 面向醫生的服務 面向客人的管理 面向科研的支撐 和高效率的數據指控方面 覺得更重要進展 信息量非常大 我想明天我們安排了參觀考察 相信給各位嘉賓也會帶去更直觀的感受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醫療方面的新鮮化建設成就 上海的廣大醫務工作者們和醫學界的專家學者們 始終努力探求新技術 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群眾能感受到更便捷 更優質 更高效 比方服務 讓我們再次對和平主任的精彩分享表示感謝 謝謝